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稳定中继续发展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乐见两岸签署符贸协定 并表示不会与陆方讨论对台军售 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高于预期达到2.5% 是不是从微弱复苏变成了强劲复苏QE提早退场吗 美日的国防部长在问来会晤 讨论到修改美日防卫主标 美方鼓励区域各国进行联合演习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式 我是史哲伟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博瑞光 他在华府的一场研讨会上 就两岸的符贸议题 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还有对台军售等等发表了看法 博瑞光表示 美方的律师虽然没有仔细阅读两岸符贸协议 但华府一般来说 欢迎这一类的协议 博瑞光也证实 美国为了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事情 已经在跟北京以及国际民航组织进行对话了 他同时强调 美方绝对不会接受 大陆国防部长长万全所提出的 以调整军事部署 换取美国对台军售的建议 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在研讨会上回答中天记者提问时 针对在台湾引发争议的两岸符贸协议表示 美方虽然尚未仔细阅读协议的内容 但总指上对这类协议表示欢迎 在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美台都在与北京接触 而闭门对话比公开发言更有效 博瑞光证实了美方的行动 针对大陆国防部长长万全访美时 提出以调整军事部署 换取对台军售的建议 博瑞光表示中方一直有这样的提议 但美方一律不予理会 博瑞光对两岸关系的改善 与美台关系的发展均表示满意 他透露有前副总统肖万长率领的 一个台湾经贸代表团11月 将来美国招商访问 中天新闻张光华中议庭 华盛顿报道 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 前立法委员雷倩女士 雷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就从博瑞光所提到的三个议题 这个分次序我们来看 首先他提到的就是美台的 美国跟大陆之间的服贸协议了 他说美国的律师尽管没有仔细地看 但是从美方的利益的角度 就是美方的business的角度 再加上从两岸稳定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协议 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符合美国就台海议题的 一贯的立场呢 其实它不但是符合美国就台海问题的立场 就是双边要尽量地去解决我们的纷争 保持和平稳定 也符合美国在1990年以后 一直在执行的美中的大的战略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 linkages create leverages 就是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的往来 可以使得它具有一定的杠杆给影响力 那么同样的一个概念放在台海两边 只要台海两边是固定的 无论是在经合发 就是经贸合作发展这些方向 能够有不断的往来的话 那自然就是有助于稳定 而这些经合发的进步 包括签订的各种协定呢 也会符合美国在整个太平洋的大战略 所以他在一开头就破题说 这是他们一向非常赞成也行支持的方向 虽然他们就细节来讲还没有详细的阅读 您觉得就是美国在双方签订服贸协议之前 有没有跟台北方面 或者是跟北京方面先打个照会 就是说他们有注意到这个事态的发展 然后他们乐观其成 您觉得美国人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事实上这一类的表达呢 是在ECFA的那个大框架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表达 那么现在台北马政府的立场就是 无论是服务协定或者是商品贸易协定呢 都是在ECFA这个大框架底下的执行协定 所以说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说 美方对于两岸继续加强经贸交流呢 一向都是非常乐观其成的 至于说服务协定本身 我稍微打了一点问号 因为这个服务协定对于台湾很多人来讲 包括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来说 都是一个有点遭受突击的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他在签署之前 无论是在台湾的正式的政府部门之间 或者是政府跟人民之间呢都少有沟通 所以除非有人特别先的到美国去先行报告 否则美国去preemptively 事先的来表达乐观其成的机会 应该是相对少的 所以这件事情倒是要画一个问号 不过您刚刚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有关于台湾呢 就算连立法部门都觉得有被突袭的感觉 所以把这个话套回博瑞光他才说的 他说他不确定 我们的律师还没有看里面的内容 但是基本上他们对这样的方向是肯定的 如果说他直接就讲说 我们肯定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可以在台湾的内部被视为是 他是替马政府背书了 但是他很技巧的 就是由美方的立场 然后呢不仔细的就这个福茂协议的 本身实质内涵呢 进行这个支持或者是否定 而只是就一个大方向 换句话说 这个外交辞令是相当相当的成熟 还是非常的有技巧 对 我觉得这个观察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观察 因为美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支持 马政府的福茂协定 他选择的是一个最方向性 最原则性 就好像我们全部的人都已经要进入WTO 那么什么人可以反对贸易自由化呢 所以他做的这种就是 美国一贯的立场是支持自由 民主经济自由化 他讲的几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跟层次上面 来支持马政府这一次的作为 不过在台湾内部呢 大家并不是反对这个原则跟方向 台湾内部反对的可能就是在于 第一在政府去签署这个协定之前的人民授权不足 包括在立法部门的讨论跟谈判 几乎都完全没有发生的情况之下呢 事实上是没有People's Mandate 没有人民授权 那甚至包括整个体制来讲 政府体制来讲呢也不能够在没有授权情况之下呢 签署这一类的协定 所以马英九政府他现在的困境是实质上 这件事情的执行的程序以及内容受到挑战 而不是方向性 而美方这次所支持他的是方向性跟原则性的 我们把这个议题呢稍微跳开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在谈经贸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投资继贸易架构协定 TIFA那现在的这个进程是什么样 TIFA的进程一直都是每一次碰到台美贸易事情的时候 台政府用来劝说人民接受的主要理由 包括美牛事件等等都是政府都是来告诉你说 如果没有做美牛呢我们就可能签不成TIFA 所以无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间 每一次的美台的商贸情况 都是以TIFA来作为最后的红萝卜 只是这个红萝卜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至少我们看详细的实质的话 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那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的话 它就还是在一个原则性讨论的阶段 是没有进入一个具体的时程的 是您认为这个马政府能够做什么 或者是美国方面他们会考虑到什么样的因素 来加快这个TIFA的这个把它实质化的这样的一个步伐呢 美政府包括在台的代表 不论是政治或是贸易代表呢 都三不五时的不断的提醒有这个TIFA的可能性 那么最近几次的讨论中间 包括在这个国庆日的那些讨论 就是美国国庆市的讨论里面 也都继续讨论了 所以美国政府呢 一直是在把这个灶维持它一定的温度 可是至于具体的时程 当然是要跟美国的其他的战略优先来做竞争 那现在显然的看起来 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其他的战略优先呢 一个是Pivot to Asia 一个是这个重返亚太 而且是重返亚太的主导地位的这一件事 另外一个呢 显然它的战略优先还是TPP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去借着东盟东协呢 对于RCEP有一定的牵制或者是平衡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布局中 其实美台的贸易算是一个 比较不重要的边缘角色 所以我认为包括这些涉台的官员 他们要去抢到了国会的优先顺序 或者是政府施政的主导的优先顺序 要去把他的优先顺序往上提 去抢到的机会 事实上还是很微小的 所以在台湾 虽然政治人物老是在答应我们 有这个TIFA的可能性 但是我相信老百姓已经学到了 你要给我们看到具体的谈判时间表 大家在什么时候要聚会 里面的具体的项目是什么的时候 才会真正的给政府大的掌声 对 讲到这个要等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有一件事情呢 马政府已经在做了 就是推动台湾参与 不是加入 是参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 那现在呢 国会通过了决议案 欧巴马总统也这个签了名了 现在呢 根据博瑞光的说法是 美国的行政部门 他已经跟位于蒙特罗的ICAO总部 进行了沟通 他也跟这个大陆方面呢 稍微进行了一些沟通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就是马政府要推动参与国际组织ICAO 国际民航组织成为一个标的性的 指标性的这个事情 那在贬政府时代的话呢 台湾要参与WHA 它也变成了一个指标性的事情 从这两个指标性和这个两任不同的政府来看的话 您能不能看到什么相似点或相义点 在相似点来讲呢 当然它都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进入一级的国际组织 所以都是在三级的国际组织 它是比较属于半民间的性质 或者是它比较属于人道的性质 人权性质的组织中间呢 去试图去突破 这是相似点之一 相似点之二呢 它最后关键的突破都在于两岸更和缓的态势 过去的WHA是如此 今天的ICAO 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现实来讲 两岸已经有这么多直航的班机了 所以台湾的carrier 原来就是在全世界的天空里面自由地飞翔 过去呢 我们没有到大陆去飞翔 有一个很大的一块的限制 那现在已经在全世界的天空自由飞翔的情况之下 去要求能够进入ICAO的这个正当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正当性在过去几次的谈判 我据我了解的过去两三年中间 我们有多次无论是受邀请 或者是自己去申请呢 都得到非常正式的回应 只要两岸中间没有其他的变数 那这次看起来美国也去跟中国做一定的协商 那没有其他的变数的情况之下 应该可以水到渠成 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非常大的相似点 就是两岸其实取决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第三个呢 就是从政治施政的角度来看 两个政府都希望对于台湾的老百姓 做出一些比较具体的承诺 让大家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么孤立 而且在国际上面呢 能够有一定的参与空间 选择了用国际组织的参与 作为向老百姓说明台湾国际地位 以及国际空间的主要战场 好的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的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呢 马政府正在推动的是要成为 这个ICAO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份子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 这是成为它的年会里面的一个观察员 并不是这个组织下面的一个观察员 而同样的逻辑呢 放在这个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话 我们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 也是WHA大会里面是一个观察员 并不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下面 成为观察员的一份子 委员能不能请告诉我们 这两者之间 它层次上的差别 以及呢 这对大陆方面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美国的所谓的一个政策 它中间的这个摩擦点 或者是契合点在哪里 我想你刚刚讲的是 台湾很多老百姓的痛啊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声称的外交的突破 它其实都还是在一种 半正式跟非正式的情况之下 不涉及具体正式的会员会集资格 就好像你在联合国 你有会员国 那么你也有其他的 不同的NPO NGO组织的参与国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两个组织 无论是刚刚讲的WHO 或是这次我们讲的ICAO 我们都不是在涉及到会集 就是你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主体 去参与成为会员的这件事情 是不论的 是搁置的 所以也就有效地避开了两岸 所谓的一个中国议题 那么至于说 我们的参与 无论是在WHO或者是ICAO 它都涉及了人们的基本权利 以及很多的全球关怀的议题的部分 所以你完全可以在一个 更和缓的两岸状况之下 去理解台湾可以在国际组织中间参与 并且贡献的需求 而不涉及到主权问题 所以对于北京来讲 也是比较容易同意的一种做法 您觉得这一次就ICAO 马政府想要参与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美国方面是大张旗鼓 国会投票总统签署 而且刚刚博瑞光也讲了 美方已经就这件事情 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跟北京方面在谈 跟ICAO的总部在谈 但是您觉得马政府 有没有在跟北京方面在谈呢 我相信从两岸直航开始 这一类的提议 从讨论第五航权这些部分的时候 都一直不断的讨论过 所以在不同的层级 不同的时间都一定有过讨论 但是具体的去参与国际组织 在什么时间如何去做 可能它不见得是 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层次 但是我相信两边的沟通是一定有的 那么为什么我说它不一定是 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层次呢 因为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的 如果你具体的很高层次的去沟通 它有两个可能的结果 一个是是一个是否 所以如果希望在中间 创造一些模糊的空间 包括双方碰到事情的时候 能够有否认的空间的话呢 那很多时候只要彼此有了解以后 有谅解以后呢 就可以积极的直接去推动 而不用去得到这个口头的 如何的承诺 这是外交上面 时长的一种运作方式 因此我的判断是 有沟通 但是不见得最具体的时程来讲 或者具体的步骤来讲 不一定会去 有那么具体的沟通 换句话说 就是双方呢 都就这个议题上面 能够创造出一个 创造性的模糊 对 而且要有一个模糊的空间 尤其是在两岸事务上 虽然我们两岸现在是在一个 和平发展的大势头里面 但是无可会言的 还是有很多很多 莫名其妙就会推车撞毙的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要留下一定的模糊的空间 是 接下来这个议题呢 就是一点模糊的空间都没有了 讲到的就是美国的对台军售 我们晓得这个大陆的国防部长 常万全 不久前才去了华盛顿 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 他的对口 里面他提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大陆方面愿意呢 拿重新调整对台湾军事部署 这件事情来跟美国交换说 美国停止对台军售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他们也建议到 应该就是了解到 对台军售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希望呢 就是美国跟大陆之间 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那就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 那对于中方来讲的话 中方的这个国防部的 外事办的发言人 他表示呢 这黑格听到了以后 他表示这是一个不错的idea 可是在美方来讲的话 他们承认就是大陆方面 有就这个双边各层次 不同的议题 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但是并没有说 要就对台军售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现在呢 两边各说各话 当然我们已经晓得 就是最重要的是 美方否认的话 这件事情就算是一个down deal 就是没有了 不过您觉得最接近事实的发展过程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当天大家都记得 它是一个原定一个小时 最后拉到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 而且是闭门会议 所以后面的都是属于转述的 转述呢 就不排除有各说各话的可能性 按照所有的媒体披露 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中国有说这件事 是 中国有提出 希望能够用军事部署的移动 而去改变美国对台军事的态度 或者是具体的行程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是有说的 至于说完了以后 到底是各说各话 或者是一些外交辞令说 我明白你的立场 是这样的一个层次的结论呢 还是要去具体做一个工作小组 我们就知道另外一件事 我们确定的是 双边要成立一些工作小组 去处理他们所谓的两军的障碍 在两个军队中间的彼此交流的障碍 所以的确有说这件事情 也会成立工作小组 至于说工作小组 是不是处理这件事情呢 目前还是在一个高度 罗生门的状况 我认为这非常符合美国 长期以来对台 就是美中台关系中间 它的处理方式 大家记得一开头 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 其实它一边对台湾的断交 对于台湾的伤害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很快的 除了这个在大陆常常熟悉的 这个三个公报以外 美国很快的就立了台湾关系法 而且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明确的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 李子跟面子 在面子上面就说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所以一中的这个框架 牢牢的放在那里 然后接着说两岸要去自己和平解决 所以一中框架和平解决的这个面子 是放在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可是接下来它给了台湾李子 就是提供防卫性武器的需要 过去在冷战时期 以及后冷战时期 台湾防御的需要 当然主要是面对中国大陆 在两岸对峙的时期 也是主要面对中国大陆 可是我觉得大陆现在的军方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可以思想一个比较大的战略 就是你把台湾获得防卫性武器 这件事情 不要当成是对中国大陆 完全针对性的事 大家在今年的五月 看到我们跟菲律宾的争端 看到我们到现在为止 在海洋上跟日本的争端 难道台湾不可以有一个 自我防御的能力 甚至是保护它的海上海洋国土 以及海上渔民安全的能力吗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能够转念一想 把台湾从美国取得 防卫性武器这件事情 不要视为是百分之百 针对大陆的不友善行为的话 或许他们可以有一个 不一样的看法 对大陆方面一直期待 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或者是任何国家对台湾的军售 能够停止 然后为这个两岸的和平统一 创造一个积极有利的条件 不过您刚刚提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换个脑袋想 就是台湾的军力 它事实上 它可以转向不同的方式 进行部署和进行想定 可是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或者是和平协议 它有必要成为这样子坏脑袋的 一个前提条件吗 还是不需要 它可以是一个逐步的条件 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目前为止台湾比较受要 拿海空军来讲 它的海洋威胁跟其他的威胁 主要是来自北边跟南边 所以事实上它主要的部军 也有一大部分的 也是在逐渐的往外面去挪 因此整个东海南海的情势 正在呸变 美国要重返亚太 英国在11月要跟日本一起 在亚太地区进行军演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边 非常多的变动 那么台湾在清朝的时候 沈宝珍就说 台湾孤悬海外 七省已为门户 如果两岸是一个更和缓的 共同发展的 更和平的状况的话 未尝不可以台湾作为 海上的疆域的屏障 也就是说过去的台湾是 美国日本的第一岛链的前缘 是用来针对中国大陆 海洋扩张的containment 对不对 但是现在也可以看成 台湾作为整个中国大陆 西近太平洋的门户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牵涉到了两岸的关系 两岸怎么样能够在 逐渐一步一步走的情况之下 建立了一定的互信关系 那么台湾的角色 也就可以做一定的调整 它很容易可以调整成 新加坡的角色 可以调整成欧洲的瑞士 跟荷兰的角色 非常具有创意的一个回答 接下来我们来看 美国人一直说 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是建立在三公报 还有台湾关系法 这三公报的话 就是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和817公报 我们来看817公报 事实上它的本质呢 就是要解决这个 对台军售的问题 这里面有三点 第一就是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不要超过1979年的水平 那第二会逐步的减少 武器的销售 第三过一段时间 会导致最后的解决 那我们晓得 如果说专就文字论文字的话 美国人是完全没有 遵照到这个817公报 不过我们要仔细去想的话 是1979年的水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1979年的那个市局 然后珠边的平衡 中间的平衡角度来看 的那个水准 所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最近这一段日子以来 授予台湾的武器 无论是它的先进科技 以及它的数量来讲 并没有让台湾具有 更大的军事扩张实力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台湾也有很多人认为 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 是不符合台湾需求的 甚至很多人认为 台湾应该要更积极 有效的去建军跟备战 但是在目前的经济 跟政府政治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大部分的台湾人认为 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往 和平的那条道路走 而不再那么支持政府 去做积极建军备战的事情 对 其中这个美国人呢 并没有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对台关系的基础里面 他们有提到的是 所谓的六项保证 那六项保证是 美国的雷根总统呢 在817公报签署前的一个月 那经由当时的 美国的驻台代表 告诉蒋经国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六项保证 我们先不管他的内容是什么 他基本上是美国时任总统 当时的那位总统 就一件事情的一个判断 换句话说 他并不一定是要 必须被接下来的总统们 所接受或者是承认的 那但是这一次呢 博瑞光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 就是外界在问他说 你们会不会促成 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面 那这个博瑞光的回答是 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介入 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会违背了六项保证里面的一项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从1982年到2013年 这30年间 至少六项保证 尽管它并不是美国的每一任总统 他必须要遵守的一项原则 但是事实上他们有遵守 而且这六项保证呢 包括了无意对台军售 设下截止日期 不跟中国大陆事先资商对台军售 而且不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下 终止对台军售 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 还有无意当两岸条人 不施压跟中国大陆谈判 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一点 以及不支持中国大陆 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您怎么看呢 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长期以来在用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么他一边希望能够维持台海中间的一定的平衡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军售有他一定的保证 但是相对的他的坚决的主张 还是一个中国两岸自行和平解决 美国是不去干涉他国内政的这个主轴 是在这六项保证中间非常明确的 那么比较明确的是 他特别也就军售的内部的项目 以及中国大陆跟他们的资商 他做了很明确的红线 所以这六条红线 无论是哪一个总统 他有意或无意的作为里头 他都必须要去理解这个红线 在数学里面 我们叫它做boundary conditions 你要去解决一个方程式的话 你要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 这些就是两岸中间很重要的边界 您觉得随着中国大陆的国力 这么样迅速的提升 它已经在根本上 就整个东亚的西太平洋的局势 变成了一个重新洗牌的状态 那么美国现在要把它pivot 要把这注意力重新转向亚太的时候 您觉得就是美国跟一个崛起的中国大陆 他们在西太平洋会造成一个冲撞 或者是挤压吗 而且如果说大陆的经济一直的往上升 变成了比如说像美国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话 美国有没有一天 它必须要从战略上的考虑来决定 就是不止是不是要对台湾的承诺削减 而且对其他的盟邦的承诺削减 还是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 当然你的你在这个前提 就是说美中的关系日益紧密之后 其他包括日本南北韩的这些部分 都会有调整 我觉得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情也是可能的 我多次听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 无论如何中长期来说 美国跟中国永远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 我们先不要说他们是在一个战争的关系 他说我们永远会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 所以在一个竞争的关系情况 你需要在你的对手旁边放下一些盟邦 永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战略 从美国立国以来 他都是希望把他的所有的军事部署 以及其他的这种战略平衡 都放在他的国境以外 所以看起来美国跟中国大陆 短期之间还不会成为恩爱的亲密的爱侣 虽然汪洋他有说我们是两国可以是一个夫妻关系 但是看起来短期并不会是个亲密爱侣的情况 那么美国还是会需要考虑这个竞争关系 他在西太平洋要放哪些盟邦 的确就算要合作的话 在中长期也不能忘了这个两大国 两大强权 至少在西太平洋的竞争的一个本质 休息一下了以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是优于预期 是不是代表所谓的印钞票的量化宽松政策 有可能比较早退场呢 时事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美国的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在29号公布了2013年第二季的 实值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成长年率上修到了2.5% 是优于初估的1.7% 有关报道 这个近期贸易数字显示 Q2的出口成长也冲上了两年的新高 而企业重新进货的速度 也快过了原先的预期 所以促使当局调升数据 另外这个自动减支的效应 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自动减支的效应 持续的在第二季显现 而政府各阶层的开支都出现了萎缩 由于这个联准会 它缩减刺激的时间 是取决于美国经济表现的好坏 而美国的第二季的GDP上修 是不是又会强化市场 对于FED 也就是联邦储备理事会 在下个月的会议上宣布 缩减QE的预期 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发展 因为美国我们晓得在之前 今年初的时候还在大打政党恶斗 然后共和党一直要求美国的联邦政府 要削减政府的支出 而且也有一派的经济学家认为 如果削减联邦政府支出 然后少了财政的刺激方案的话 会让美国的GDP往下掉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GDP的2.5 事实上就是还不错的一个表现 能不能告诉我们 您觉得美国在第二季的经济表现 是相对比较好 相对优于预期 它的背景大概是什么呢 美国第二季相对优于预期 中间还有几个值得观察的时间 我先放5月22号 那次上一次Bernanke来告诉大家 QE可能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退场 他讲得极为保守 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 是以前没有讲过的 可是市场当时已经看到了 比较好的贸易表现 所以开始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氛围 5月22号讲完这句话 股市就应声大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次看到了第二季的数字以后 却没有那种股票应声大跌 甚至产生一种小的庆祝行情 可见美国的整个市场的情绪 已经在转变 那么在这个转变中间 当然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过去这么多年 开始做的这个QE 一直到现在 他有效地整理了金融体系里面的 坏账问题 同时给实体经济足够的水源 让他们可以去急剧的扩充 跟全球的扩张 不论是在美国国内或在全球 所以这是在实体经济上面 给他打了一个底 做了很多可能可以去 未来去继续不断的收货 收割的这些实体经济的打底 同时减轻了原来坏账上面的负担 同时又让这些热钱 某一些投机人 用这些热钱在全球投资 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 金融部分的资本利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实体经济 或者是金融上面 美国都是处于不败之地 而现在如果在现在的这个QE 可能退场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亚洲已经 很快地开始反应了 很多的热钱开始往美国去流动 因为他们期待的是利率要涨 公债的殖利率要涨 他们期待了美国的市场 会提供给他们 下一个阶段的成长 所以就会产生 原先美国在做QE的时候 告诉全世界说的正循环 虽然美国一开始做完QE 全世界只蒙其害 并没有蒙其力 但是逐渐地 你在今年的第二季看起来 那个正循环的可能性出现了 而且目前在各个地方股市的反应来讲 除了亚洲的股市 因为热钱很快速地流出 有一个短期的大震荡以外 事实上整个的经济的 实体经济的底 似乎是比以前要更为强大一些 而讲到这个QE实在是 有点这个吊诡 也有点有趣的 就是美国人刚刚开始 就是借由这个印钞票来收购公债 这样的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 各个国家尤其是开发中国家 他们都其其以为不可 认为这个美国人是以零为祸 热钱热钱热钱 对 只是救了自己 对 只是救了自己 然后害了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从5月22号 Bernanke就是四有四无的 暗示说这个QE可能会早退场 这样的一个风声出来了以后 反而是那些开发中的国家的股市 或者是会市受到了影响 然后大家说不可退场 不可退场 对 一方面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可进场 那现在又碰到了不可退场 那到底是他们的观点 错在什么样的地方 或者是美国人当初 尽管是就自己的经济 所推出了量化宽松 印钞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是不是也同时 并没有真正害到 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而是就像你讲的 产生了一个正循环 一个是时间差 一个是产月聚落 另外第三个就是主导性 美国在做QE的时候 它知道它在做什么事 所以大家看到的 最新的这一轮的量化宽松 它主要是去处理 叫做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 就是它要处理 它可能有很多的 这种小老百姓 他们的这个房地产的贷款 发生了问题以后 造成了中小型的银行 也可能有连锁的 骨牌效应的这些事情 所以它虽然是在印钱 它是非常精准的 好像化疗跟放疗一般的 去处理美国国内的问题 那么但是前端的 那个大量的印钱呢 事实上它很快的 就成为了全世界的 热钱流窜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来源 而热钱流散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 会造成其他国家 那个有钱的 跟金融相关的 个人或者部门 他们的获利 可是相对的 会把所有的资产 以及其他的价值推升 所以很多的小老百姓 会未蒙其力 先受其害 所以我们现在听 其他国家反应的时候 就要听 到底是哪些人 在喊不可退场 不可退场 因为的确有一些人 是因为热钱 进到其他国家 推升了他的资产 推升了他的股票价值 而获得更巨大的利益 但是相对的 如果你是一个 无房无股票的小老百姓的话 那现在这个房子 就更买不起了 你这股票呢 就更不可能 由你来投资了 所以你的实际的 这个就业机会 并没有增加 你的薪资也没有增加 所以实体经济的 这一面 完全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 热钱只造成了 金融的溶景 因此我们其实看到 是一个大现象 就是在全球化的世代中 实体经济 跟金融产业中间 产生了一个脱钩的情形 金融原来是一个中介产业 它是帮助实体经济 提供融资 提供发展机会 提供每个人的 就有机会的一个 后面的水流 可是它现在变成一个 完全拆开来的 另外一个世界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个M型化的两个世界 中间左右两个池子 几乎完全无关 而在每一个国家 都有受贿者 也有受害者 讲到这个部分呢 当这个2008年 就是这个Lehman Brothers的事情 发生了 全世界爆发了金融风暴 从美国开始之后 有许许多多的国家认为呢 这个美国终于是开始没落了 然后美国呢 这个未来这个荣景 大概不会再现 那以后呢 真正全世界会变成 取代美国的 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大陆了 那您觉得这个 从2008年到现在 也五年了 五年下来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 或预测它是正确的吗 从2009年的G20 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到 新兴国家 尤其是新兴国家的领头羊 中国大陆 绝对是未来世界 游戏规则 举足轻重的一个制定者 但是相对的 美国那种绝对的霸权 以及包括美国美元 作为储备货币 而造成的绝对的实力 还是让他们能够 很轻易的逃脱出 其他国家 对于他的任何的要求 或者是在他的体制中间 所希望的改革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还是一个两极的世界 一边我们希望美国的内部 产生一种自我节制的力量 不要用贪婪跟掠夺 去看全世界的其他市场 不要以零为祸 但是另外一边 我们的确也逐渐的看到 新兴国家 尤其是领头羊的中国大陆 它的实力逐渐坚强 尤其是在货币上面 它拥有巨额的美国外债 这一系列的东西对于美国 也产生了一种可能的平衡 也就是说这两块 新兴国家以及已开发国家的 这两个板块 因为有了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 终于产生了一个 可能可以和平共存 甚至共同发展的新的游戏规则 跟新秩序的可能性 好的 每日之间的防卫合作指标 双方将要修改讨论 而日本的防卫项认为 未来一两年可以完成 广告之后我们来讨论 日本的防卫项小野四五点 跟美国的国防部长黑狗 本月28号在文莱会晤了 而针对双方的军事同盟进一步磋商 并且有了共识 要同意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标 我们来看到双方确认 将要在近期召开的 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 也就是所谓的二加二会议上 就着手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标 达成正式的协议 并且加快修改的工作 小野四五点还向黑狗介绍说 安倍晋三首相 希望能够促成允许使用集体自卫权 黑狗对此表示理解 这中间又有一个 外交上面的辞令 让我们非常感到有意思的 就是安倍晋三 经由小野四五点 向美国的国防部长黑狗表示 希望能够在防卫大纲上面 能够进行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样的一个增定 然后黑狗他的表示是理解 所谓的理解 他是可以代表说 我听到了 也可以代表说我同意 也可以代表说我听到了 但是我还没有就你的议题做决定 那您是怎么看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 最中性的外交辞令 事实上的确 在美国最近一段日子以来 看到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行为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他在原来包括去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以及过去的每日安保条约的 现行的法律架构之下 都继续非常忠实地履行 他的承诺 以及他应该做的事 但是对于日本比较扩张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积极 而且具体地去支持他 所以现在马上就要举行的 这个二加二会议就很值得观察 如果美国在二加二的会议中 同意了日本 无论是把他们这个 每日安保的范围再扩大 或者是同意了所谓的集体自卫权 这一类的事情 如果美国具体地做了这些事情的话 那就的确可以看成 美国对于日本几乎是无条件的背书 但是如果美国按照他过去 比较习惯的做法的话 我认为他会完全符合日本 期待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好的 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在这个上台里以后 他对外这个外交上 要围堵中国大陆的动作 是非常的多 明确 然后不只是去这个中东产油国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去印度访问 是更不用讲 然后到这个东南亚各国访问的时候 尤其在菲律宾的时候 还提到了要能够增强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上防卫的能力 这么样的一个积极 您觉得就是说 现在他们还要在11月的时候 跟英国的海军进行演习了 那这个英国的海军在进行演习 能不能跟这个围堵中国大陆 放在同一个层次来思考 还是他大概是两件事情 应该要放在一个日本的 全球扩张的大战略里面来思考 因为除了刚才去拜访的 这些国家以外 安倍晋三也说呢 他们的维和部队 PKO Peacekeeping Operation的维和部队呢 会希望能够在这个非洲 跟近东的七个地方驻军 也就是说 日本如果有效的 把他的PKO放到了 中东跟近飞的这七个地方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从北边东北亚 一路经过了东海南海 经过印度洋 一直到雅丁湾的 这么一个勉强的日本军队 日本海军 我们现在还是要称呼他们海军 日本的这个军队的 这个海洋航线的一个大的范围 同时英国在他的海洋实力来说呢 他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美国没有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福克兰海战 那么英国是一个善于去远距攻击 他能够去做突袭式的海空联防 能够去做陆上的游击突击战争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跟日跟英国的联防呢 可以增加日本在美国这边取得高科技的武器 在英国这边取得先进的战略跟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强化 优质军队的整体作为 所以如果仔细去看日本的话 他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全方位的大布局 有点像是2006年 日本就提出来的自由与繁荣之湖 就是从北欧经过了南欧 经过了中东这个鸿海这个苏伊士运河 一路的从印度洋到南海到东海 接着到日本的这个自由与繁荣之湖 那这个自由与繁荣之湖中间被遗忘的那个最大的一块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好的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安倍他上台了以后 最有名的一个政策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学他现在一直在力推 而且呢目前看不出来他是会有改变的一个态势 但是如果说日本换了一个政府的话 这个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会不会继续的推下去 那当然就是一个大问号 同样的如果我们来看日本最近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战略 还有外交上面的一个战略的话 这也是阿北上来了以后他所力推的 您认为就是说日本现在国内有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推这样子的一个外交政策 已经成为了这个各党派或者是全民具有高度共识的一个认知 换句话说呢就算是安倍的继任人上台的话 这样的政策也可能会继续的持续 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吗 安倍的政治外交主张中间有一部分是有高度的人民共识的 包括要变成一个正常化国家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别忘了有一亿以上的日本人是在二战以后出生 他们对于战争的历史以及日本为什么要在一个非战宪法的框架之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觉得毫无道理 所以安倍的这一系列的主张有一部分是有比较高度的共识 但是有关于极端右翼可能被视为军国主义扩张的这些主张 那么的确有很多日本国内的民众 尤其是那些战前的一些元老政治家 以及在战争的责任上面比较具有反省能力的日本人 会认为安倍的作为会给日本带来极巨大的灾难 所以不断地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呼声 希望安倍能够更克制更谨慎更小心 因为我们仔细看安倍他整个的大战略里面 是从西非一路到东北亚 一个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的全面扩张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这个领袖是在扩张日本人的生存 以及经贸的空间 可是你相对的可能会就被视为一个 具有对区域产生威胁的 可能会被视为军国主义的日本 那这个军国主义的复辟 势必会造成周边国家的反弹 因此元老政治家也有不少人在提醒他 而讲到这个元老政治家 日本跟这个纳粹德国 在二四大战战败了以后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当时呢 这个纳粹德国 他所有的统治阶层都被一扫而空 那在这个新德国里面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日本的话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政治人物 有许许多多都留存了下来 比如说这个安倍晋三 还有他的这个副首相阿索 他们基本上都是老家族 对他们的副族辈呢 都是这个老家族 您认为这些老的政治家族 对于这个军国主义 可能怎么样打都打压不下来 或者是说有可能要借尸还魂 或者是要进行复兴 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关联呢 有非常明确的干预 因为安倍晋三一上台 你就看到他希望能够重新去改写 像岸信界他们所背负的 所谓掀起战争的这些责任 他同时呢也积极的主张 不要去承认东京大省 不要承认在东京大省 给予他们战犯的这些处分 所以安倍晋三 他具有一个非常强的家族传统 希望能够重新改写日本 而在他的幻想里头 他认为他们是在帮助 亚太地区其他的被殖民国家 去摆脱他们殖民地的境界 那我觉得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 你去问问看的话 人民要不要承认你的这个幻想 普景会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例子 普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 因为韩国现在的独立的日子 还是日本的战败日 所以韩国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日本所加诸给我们的战争的惨痛 以及战争的责任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谈好的时候 就算你在集团体要跟我见面 我们现在还是拒绝不见的 是 谢谢前立法委员雷倩 今天到我们的节目 带给我们深入跟精辟的点评 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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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